诗篇第六十九篇 神啊,求你拯救我 因为大水淹没了我 我身陷在淤泥中 没有立足之地 我到了水深之处 波涛漫过我身 我因不住呼求而疲倦 我的喉咙发干 我因等候我的神 眼睛昏花 那些无故恨我的 比我的头发还多 无力与我为敌 要把我灭绝的人数众多 我没有抢夺过的 竟要我偿还 神啊,我的愚昧你是知道的 我的罪欠不能向你隐瞒 主万君之耶和华 愿那些等候你的 不要因我蒙羞 以色列的神啊 愿那些寻求你的 不要因我受辱 然而,为了你的缘故 我忍受辱骂 满面羞愧 我的兄弟都疏远我 我同母的兄弟 把我当作万人 因我为你的殿 心中迫切如同火烧 若骂你的人的辱骂 都落在我身上 我哭泣尽食 这竟成了我的羞辱 我披上麻衣 就成了他们取笑的对象 坐在城门口的人 对我议论纷纷 我成了九徒之歌 但是,耶和华 在悦纳的时候 我向你祷告 神啊,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慈爱 凭着你信实的拯救应允我 求你救我脱离淤泥 不要容我沉下去 求你救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 救我脱离深水 求你不要让波涛淹没我 不要让深水吞灭我 也不要让深坑把我封闭 耶和华 求你应允我 因为你的慈爱美善 求你照着你丰盛的怜悯 转脸垂顾我 求你不要向你的仆人掩面 求你快快应允我 因为我在困境之中 求你亲近我 拯救我 因我仇敌的缘故救赎我 我所受的辱骂 欺凌和侮辱 你都知道 我所有的敌人都在你面前 辱骂伤了我的心 我忧愁难过 我希望有人同情 却一个也没有 我希望有人安慰 还是找不到一个 他们在我的食物中加上苦胆 我渴了 他们把醋给我喝 愿他们的沿袭 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 报应和陷阱 愿他们的眼睛昏花 不能看见 愿他们的腰不停地站抖 求你把你的脑怒 倾倒在他们身上 使你的烈怒追上他们 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 愿他们的帐幕无人居住 因为他们迫害你所击打的人 嘲笑你所击伤的人的痛苦 愿你在他们的惩罚上加上惩罚 不容他们在你面前得称为义 愿他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 不要让他们和义人一同被记录 至于我 我是忧伤痛苦的人 神啊 愿你的救恩保护我 我要用诗歌赞美神的名 以感谢尊他为大 这就是耶和华喜悦 胜过献牛 或是献油脚有蹄的公牛 困苦的人看见了就喜乐 寻求神的人啊 愿你们的心苏醒 因为耶和华垂听了贫穷人的祷告 也不藐视属他自己正被囚禁的人 愿天和地都赞美他 愿海洋和海中一切生物都赞美他 因为神要拯救西安 要建造犹大的重城 他的子民必在那里居住 并且拥有那地为业 他众仆人的后裔 都必承受那地为业 喜爱他名的人 要住在其中